天文学家又收到了一个无线电信号 并拍下了这个发光怪圈 这圈有多离谱 直径200万光年 能并排塞下20个银河系 而且 这玩意儿不是超新星炸的渣 不是星系撞得很 人类已知的所有宇宙东西 跟它都对不上号 别说你懵了 连发现它的天文学家 安娜·卡平斯卡也懵了 在他发现这个怪圈后 没写科学术语 直接写了三个字母 WTF贴了上去 这个圈在哪呢 在离我们几十亿光年外的宇宙深处 这玩意儿就像一个幽灵烟圈 一团由无线电波构成的 发着光的诡异东西 这到底是啥 就这一个吗 并不是 它还有同伙 这东西被命名为奇特射电环 简称ORC 自打发现第一个以来 我们已经确认了五个 还有好几个疑似目标 到底是什么样的宇宙力量 能雕刻出一个直径百万光年的能量巨环 这些射电环 是某个星系浴火重生的遗迹 又或者是一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 为之力量留下的最后回响 还是科幻戏份的高等文明对战的遗迹 以及为什么我们找到的这么少 今天咱们一起尝试解开这个现代天文学最大的谜团之一 揭开这些连宇宙自己都觉得过分的奇葩天体的神秘面纱 这个谜团的起点还得从咱们的科技说起 新千年那会儿 射电天文学的技术来了波大升级 已知的射电源数量从几十万个暴增到了几百万 但那之后 这个数字就卡住了 几十年没啥大变化 直到最近 射电天文学终于迎来了一次史诗级的升级 澳大利亚的国家科学机构 启动了一台革命性的望远镜 A-SCAP 这家伙牛在哪呢 它有三十六个十二米宽的大锅盖 但它的绝活是能像开了广角一样 一次性扫描超大片天区 它的视野有多大 三十平方度 相当于你在地球上看一百五十个月亮那么大 而且 它还能自动过滤掉卫星之类的干扰信号 有了这种新一代的神器 天文学家连宇宙里最微弱 最弥散的信号都能捕捉到 后来 发现ORC的领队 雷诺里斯教授当时就预演 他们这个名叫宇宙演化图EMU的项目 绝对是个大发现 在这之前 人类历史上所有射电望远镜发现的射电源 加起来也就两百五十万个 你猜 EMU项目自己 就打算把这个数字刷新到多少 答案是七千万 你没听错 光这一个项目就要翻上几十倍 诺里斯当时就断言 这次绝对会有大发现 果不其然 惊喜来得比任何人想得都快 EMU项目专门扫描那些别的望远镜没看过的地方 数据量大到科学家觉得得靠AI才能筛得完 但有意思的是 发现ORC的天文学家卡平斯卡 就是在随便翻看一些初步图像的时候 用他那双老派的肉眼发现了这些奇形怪状的玩意儿 细想一下 这事儿挺有意思 即便是有了大数据 有了人工智能 但人类那天生的好奇心 永远是科学探索的核心驱动力 他在翻图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形状不对劲 完全不认识 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烟圈状射电信号时 直接在图上写下了三个字母 WTF 这玩意儿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他赶紧把这事告诉了同事 诺里斯他们组了个队 开始疯狂翻图 找这种圆形的鬼影 没几天 第二个就被找到了 团队一合计 给他起了个正式的名字 奇特射电环 一开始 他们还怕是望远镜出错了 或者是什么图像围影 但他们换了好几个望远镜去看 发现这东西千真万确的存在 那问题就来了 这到底是个啥 好在 从发现到现在 我们对他的了解 总算多了那么一点点 第一个ORC 这就是ORC1的原始图像 一个灰不溜秋的模糊斑点 后来团队给他上了色 做了增强 让细节更清晰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蓝绿色的朦胧光环 就是他 他离我们至少十亿光颜 最初估计直径一百万光颜 但最新的数据显示 他可能宽达两百万光颜 是我们银河系的二十倍 又大又远 但他究竟是啥 有人猜 会不会是超新星爆炸留下的 但哪哪都不对 首先 超新星遗迹一般都在银河系盘面上 但这几个ORC都离得老远 而且 好几个ORC的中星 好像都有一个星系作真 超新星可没这待遇 最关键的是 个头差太多了 超新星遗迹 称死也就几十光年款 这些ORC 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万光年 大到能把整个星系当介质带 所以 肯定不是超新星 那会不会是我们脸盲了 语如 它其实就是一个射电星系的喷流 只是我们恰好从屁股后面看 看成了一个圈 为了搞清楚 天文学家用南非的 Miricat望远镜阵列 对着ORCE猛拍了十个小时 结果发现在它的正中心 真的有一个椭圆星系 这么一算 这个星系离我们大概有五十亿光年 不仅如此 高精度的图像还显示 这个环内部结构很复杂 有各种疙瘩和弧线 如果这个椭圆星系 真的是ORCE的青妈 那它很可能就是凶手 当然 也可能只是个巧合 它只是碰巧路过 有了这些新线索 诺里斯的团队 在2022年的论文里提出了三种可能的作案手法 第一种猜想是宇宙级大灾变 这个球形的能量壳 是中心那个椭圆星系里 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变 比如 两个超大质量黑洞撞在了一起 这次合并 会炸出一圈毁天灭地的冲击波 把周围星系介质里的电子全部点燃 形成一个巨大的射电泡泡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 就是一个边缘发亮的环 这个猜想靠谱吗 有点 因为如果这是真的 ORC中心就该有个超大质量黑洞 或者活动星系核 你猜怎么着 ORC一有 另外两个ORC也有 这让这个猜想的可信度 大大增加 第二种猜想是正对着你的炮口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它就是一个活动星系核 AGN喷出的两股等离子喷流 我们知道 很多ORC中心都有AGN 如果这个星系恰好枪口正对着我们 那两股喷流在我们看来就会叠加成一个圆环 不过 这需要通过3D模拟来验证 看看这些AGN是不是真的在喷射 以及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直尸炮口 猜想三 星暴的终极冲击 第三种猜想 也是最后一种猜想 叫星暴终结激波 简单说 就是在一个椭圆星系里 突然有那么几千万年 风了一样的诞生了无数颗星恒星 这个过程被称为星暴 这些星生恒星会吹出强大的太阳风 这股风暴在太空中吹了几十亿年 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边界 点燃了周围的电子 形成我们看到的射电泡泡 虽然团队对这个猜想 做了最详细的数学建模 证明了它的可行性 但诺里斯也说了 目前的数据 并没有更偏向于任何一种解释 所以ORC1的起源 依然是个谜 至于高等文明战争 纯粹是科幻玩笑 是毫无证据的无稽之谈 但随着更多ORC被发现 我们唯一确定的是 就是这些家伙 个个都是奇葩 长得都不太一样 比如ORC2和ORC3 它俩几乎贴在一起 像一对双胞胎 但你看 右边的ORC2 又亮又圆 是个标准的环 而左边的ORC3 又暗又弥散 更像个盘子 如果不是它们离得这么近 你可能都认不出 ORC3也是个ORC 它俩是亲戚吗 如果是 为啥长得差这么多 答案是 至今无人知晓 还有ORC5 它的中心也有个椭圆星系 但好玩的是 它旁边还有一个邻居星系 距离差不多 说明这俩星系 正在引力上勾心斗角 总之 每个ORC都有自己的个性 可能是因为我们找到的太少了 样本不够 所以很难总结出统一规律 这就轮到ORC4出厂了 因为它形状不规则 外号三叶草 当然 它也是个特例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它是用好几种望远镜的数据合成的 红色的是射电信号 白到黄是可见光 而那抹悠悠的蓝色 是X射线 它离我们6亿光年 宽32.5万光年 2024年 天文学家发现 三叶草内部有强烈的养原子荧光 这说明 这里发生过一场速度极快的猛烈爆炸 这再次指向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星爆终结激波假说 团队计算出它中心星系的恒星年龄是60亿年 模拟显示 一场剧烈的星爆 确实可以吹出这样的结构 但故事还没完 同年 另一个德国团队用X射线望远镜观测三叶草 首次在ORC中探测到了弥散的X射线 他们提出了第四种可能 这不是一个星系的事 而是一场两个星系群之间的大乱斗 他们的理论是 三叶草可能是两个星系群相互吸引 最终混乱合并的战场遗迹 这种规模的碰撞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留下一个射电泡泡 但问题又来了 宇宙里星系群合并的事多了去了 为啥别的合并没留下这种鬼影 偏偏是它 总的来说 探索永无止境 你看ORC这事 到今天还是个悬案 甚至三叶草到底算不算ORC家族的一员 都还有争议 想解开谜团 关键就两个字 数据 我们需要更深 更广的观测 好消息是 科学家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候选ORC 可以提供更多样本 现在 这些奇怪的射电信号 总算从WTF 变成了有正式代号的ORC 而且 像EMU这样的项目 还在不断带来新发现 比如 他们最近在附近的小麦哲伦星云里 发现了两个以前没人知道的超新星遗迹 还有一个离我们超近的超新星遗迹 只有4200光年元 以后 随着我们的工具越来越强 一定会发现更多的ORC 甚至发现更多我们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全新天体 到那时 我们不仅能解开这些射电环的成因 还能更深入地了解星系的生命 星暴的威力 以及宇宙中古老事件留下的蛛丝马迹 不过就目前而言 这些奇特射电环的起源 依然是宇宙留给我们的一道顶级谜题 要解开它 天文学家们必须化身宇宙级的考古学家 在难以想象的尺度上 一寸寸地挖掘历史 请不吝点赞史